Hello 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识 我现在在德国的科隆 我今天来外面拍一点东西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鼻音特别重 对 因为我的鼻子是全部塞住了 我要用我的喉咙呼吸 然后偶尔可能我讲到一句话的中间的时候 我要停顿下来 然后再透一口气 然后再接着说 那没有办法 因为这不是我感冒 而是我花粉过敏 每年春天我都这样 我一般是从两二月份 一直到五月到六月这样吧 也就是有四个月左右 我四个到五个月左右 我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对这种像德国这种温带的植被 一些花粉我特别过敏 对一些草我也过敏 大家展开世界地图 可能可以看到德国大部分国土 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黑龙江省 往北那个地方 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 科隆它是北纬51度 北纬51度相当于中国墨河往南一点点 因为墨河我看一下是52度 墨河是中国的北极村对吧 也就是如果是这样称呼 德国有无数过的北极村了 因为德国很多国土都是在北纬51度52度左右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这样 因为有些网友他反馈说 你说了很多德国问题的方面 但是德国好的方面你应该说一说 今天天气有点变化 就是有的时候出太阳 有的时候多云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 那么今天我就说一说德国好的方面在哪里 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 从一个华人的角度来看 德国好的方面 我不是交情 因为在德国我们这里阳光很少 所以如果是稍微出一点太阳 如果我不注意 我不抹这个唇 这个是专门防晒的唇膏的话 我的嘴唇就会晒坏会非常痛 所以一定要涂 一般可能五到十分钟 晒了太阳之后就会痛了 所以一定要涂 一太阳出来就要涂了 其实在德国这样没有太阳的地方 可能适合于中国审美观 因为中国喜欢皮肤是白的 对吧 越白越好 但是在这种温暖生活的欧美国家人 他是喜欢晒太阳 因为这阳光实在太少了 所以太阳一出来 一般德国有时间都会出去晒 晒的小麦色的是最健康的 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觉得越白越好 但是在德国如果是你太白了 人家觉得你是病态 或者是认为你是属于社会底层的人 因为你没时间去晒太阳 也没有钱去度假 说来说去又说到德国 他们度假就喜欢去游 阳光有海的地方 然后比如说去七天 就是吃饱了就在晒太阳 晒了又吃吃了又晒 好了说了一堆废话 首先我来说说德国的医保 我觉得这个医保系统在德国是相当好的 在德国只要你有工作 就不会造成医保的负担 因为它是直接从你的工资把它扣掉 扣掉之后你的纯收入就是你可以支配了 就不用再付 不管你得了什么病 大病小病都不用另外花钱 大的手术也不用另外花钱 比如说换圣哥 换心脏搭桥这种都不用另外付费 住院也不用 只有每天10欧元的那个床位费 就是全包 哎呀我现在特别吃力 我说到有的时候说到两个三个字 又没有氧气了 第二点就是德国的教育是免费的 不管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博士毕业 都不收学费 但是在幼儿园有一定的幼儿园的费用 主要是看你的收入 如果是低收入可能一分钱都不用 收入越高 你交的费用越高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说吧 只要你有个工作 可能你一个孩子每个月就是要200到400 亿元左右一个月 但是同时每个孩童有大概200 亿元的那个儿童补助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要交200 亿元的幼儿园的费用 那么就相当于没有任何的经济附担了 这幼儿园里面它是包括三餐的一天 但是幼儿园是这样 他一般是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就要去接了 所以如果是你真正要工作 也是还是很成问题 一般很少有公司能够让你三点半去下班去接孩子的 这是不太好的方面 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全日制的学校 像小学也一样 他很多可能中午一点钟就下课了 就没有课了 所以在德国还是很多家庭妇女就有这个问题 就没有办法 因为这孩子还是要很成问题 不可能真正的全日制上班 所以很多母亲就是要等孩子十几岁 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之后 可以这样说吧 才又回去重新上班 第三个我觉得德国好的方面就是环保了 德国毕竟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它环保问题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解决 其实德国上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环保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记得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里这条河叫莱茵河 现在是在里面可以游泳 有鱼 也可以钓鱼 只要有钓鱼症的话 但是上世纪六十六七十年代里面的鱼就是很成问题的 只要有鱼的地方就表示它水质是非常好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 确实污染非常严重 所以整个社会也形成很多的问题 到后来大家就引起重视了 引起重视之后又恰恰遇到 比如说东亚那边四小楼的崛起 后来是中国的崛起 所以它很多污染比较重的工业都弄到这些经济起飞的国家 或是地上世界国家去了 它自己主要是发展富家值高的工业 所以才能够支撑它整个工业体系 另外一个能使它的环境越来越好 这点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也占了发展中国家便宜吧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中国八十年的时候 有说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那个说法 就表示当时附加质非常非常低 这种纺织业利润非常低 但是没有办法 当时全国的工业就是在那个水平 这里只要天气好蓝天是非常非常多的 它的空气非常通透 因为这个空气中的阳尘非常少 所以拍出了照片还有录像显得特别亮丽 就这个原因特别通透 但刚才说了只是天气好的时候 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 灰蒙蒙的也是不好看的 总体来说吧 这里的一个是空气质量非常好 另外一个这里绿化也非常好 垃圾分类做得也不错 所以总体来说整个环境 当然应该在全世界相对来说 也属于比较好的了吧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就是相当于轻轨 或者相当于油轨电车这样 但是德国叫乌坊叫地铁 说到这里 我就说到第四点 这是德国公共交通 你看这里有几条线路都在跑的 我觉得德国公共交通 是在世界上也是排得上前十了吧 当然实话实说中国的公共交通也是非常不错 前十也应该排得上 因为我去了很多国家 我没有发现比中国或者德国更好公共交通系统 以我这个城市为例 就是这个城市是100万人 有的小伙伴们看到我拍的视频 觉得是个小镇 与中国的千万人会来比 当然是一个小镇 但是它的公共交通有多发达 我给大家说一说 在科隆它有轻轨 有地铁 有油轨电车 还有当地的火车 城际之间火车也算公共交通的 因为我买这个票也可以这样做的 而且买一张票 在德国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做 买一张票 只要你在那个方向内 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内有效的 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做 不用另外买票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方便 另外像这个小城只有一百万人口 它有十几条轻轨地铁 油轨电车这线路 而且像这种公共交通 它周末是24小时 就全天喉的开的 然后平时轻轨它也是24小时 比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我从来没有打过滴 就是因为公共交通很好 比如说我去坐飞机 有的时候可能晚上一两点钟才坐 然后我就坐着地铁我就去了 或者是轻轨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 就不用打滴 打滴很贵 打滴同样的距离要30欧元 但我坐轻轨只要3欧元左右 所以你看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对吧 当然你不可能跟中国比就是昂贵程度 一般现在是全德国比平均 就是大概是单程是两点多到3欧元左右 做这公共交通 不过刚才说了 是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做的 不用另外买票 而且我觉得公共交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时的 除了德国铁路之外 公共交通还是比较准时 在德国是这样 如果有机场的地方 一般都有轨道交通 或者或是和巴士 因为有轨道交通的地方肯定是有巴士的 比如科隆维利 它既有公共汽车 也有轨道交通到机场的 所以这点完善的公共交通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去过其他不仅是发达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 或者是穷的国家 比如说非洲一些国家 或是美洲一些国家 他们连那个公共交通系统都没有 这点我觉得挺无语的 美国出了大城市 比如说像纽约之外 其他公共交通还是比较差的 旧金山县队来说也还可以 第五点对中国来说 我觉得这个德国的身份 还是比较方便的 特别在旅行方面 因为它毕竟免签国 还有那个落地签的国家非常多 好像有180个左右 应该在全世界排名 应该是前五应该排得上 前几年是第一的 后来好像新加坡又多了一个国家 所以它的排名上来了 但是前十名 这些国家我觉得都相差不大 就相差一两个两三个国家 德国去一些国家需要签证的 好像俄罗斯需要签证的 然后有些非洲小的国家 我不知为什么还要签证 其他大部分国家 我们去美国也不用签证 去中国 德国的护照去中国也要签证的 所以对我来说拿了德国身份之后 旅行是方便了 但是回中国就不方便了 我在我去年一个视频说了 就是我还是有点后悔 自己入了德国籍 当时应该是长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想稍微说说吧 就是德国的长居到底是什么 可以这样非常简单的说 德国的长居和德国国籍的唯一区别 就是选票 如果你特别喜欢讲政治的话 你喜欢选举 那你就入德国籍 如果对这个无所谓 我觉得拿一个长居就足够了 因为其他完全一样 这里的所谓社会保障 还有共门的权利 全部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刚才说了 就是那张选票 有了选票可以肚子扁的无所谓 对吧 这是我的破自行车 25欧元买的二手自行车 因为我们不能够停在地下车库里面 如果停在外面 德国的小偷其实挺多的 就偷自行车的小偷非常多 所以只能买这种非常破的 没办法 第六点 我想说说德国的好的方面是法治 相对来说 他这个国家还是比较讲法治的 当然法治有它的好处有的坏处了 好处就是说大家有法可依 一般来说 只要你是在法治范围之内的 你有道理的话 都可以通过法院获得你的权利 不会像美国那样 你坏了越多的钱 可能是白的就变成黑的 在德国应该一般来说不可能 所以这个法治还是让人比较有保障的 对整个社会的可信度很高 对整个国家的法治信任也很高 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德国这种社会 它法治相对来说比较保护弱者 这样说吧 一个是保护弱者 另外一个是保护烂人 一个是保护懒人 在德国中产阶级就是像奶牛一样 知道什么是奶牛吗 奶牛就是被挤牛奶的 你只有吃草的份 然后你挤出来是牛奶 让别人给别人的 德国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 在德国有好处的地方就是 一个是非常穷的人 另外一个是懒的人 不想出去工作的 另外一个是非常富裕的人 这三种人在德国是非常好 中产阶级在德国就是被剪羊毛 我觉得在西方国家都一样 中产阶级就被剪羊毛的阶级 对吧 第七点我觉得好的方面 就是德国的食品价格相当的便宜 就是跟收入比起来 其实德国的食品在全欧洲 是算比较便宜的国家了 应该是算最便宜的之一了 欧共体之内 我是说之一 当然便宜的还有 比如说我去过匈牙利 那里的食品也挺便宜的 斯洛法克好像也相当还可以 但最便宜我去过的 在欧盟之内的国家应该是匈牙利 但是注意啊 这不是指德国的物价 而是指德国食品的价格便宜 这物价和食品价格是有区别的 食品价格要比物价范围要窄 德国物价高的地方是哪些呢 一个是房租 另外一个其他的费用 比如说养车 还有服务费 比如说你打车啊 吃饭啊 这种外卖啊 这种都还是 跟收入比起来是相当贵 跟中国就没有可比性啊 比如说 如果我们去餐馆吃一次饭 每一个人现在 一般要20欧元 稍微好一点 要25欧元左右 一个人的消费 德国的食品便宜 我觉得跟它的竞争 有很大的关系吧 因为在德国很多食品的连锁店 它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他们互相之间 计算非常大 另外加上呢 德国的人口又比较多 有8000多万 在欧洲算最大的人口国家 人口它多 就形成有规模效应吧 你人口越多 可能它生产的成本就越低 对不对 所以反映到价格上面就这样 另外呢 德国这食品的税收 它是有补贴的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欧盟最大的开支 就是在农业上面的补贴 它补贴的农业多 依旧就说明了 它的食品的价格 农产品的价格会低一些 德国它有两种的价格质 食品一般是7% 其他消费品是19% 你看这区别有多大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穿的还是冬天的夹克 路过的人 大家也可以看到 也是穿着像冬天一样的衣服 昨天晚上只有2度 非常冷 现在白天 现在9点多 大概5 6度吧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是5度 现在有点太阳 可能又温度高了一点 就是5月份 现在相对来说 算气温比较低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有股冷空气 难下有可能 一般平时好像没有那么冷 应该是暖和一点了 不过有导春寒 对每年有一两次 然后到了5月下旬 应该就是暖和了 但是到了9月份 又开始又凉下来了 反正就是夏天非常短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温暖的 有点冷的气候 那可能德国比较适合于你 但是这里 我是只喜欢这里的夏天 因为夏天不用空调 不用空调 一般白天25度左右 就是最高气温了 晚上很少超过20度的 如果在山区里面很多 可能晚上只有10度 12 3度 所以一年四季都要盖后的被子 这几年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每一年的夏天 总有十来天左右超过30度的 可能有几天还超过35度左右 那时候就是德国 所以热浪了 现在每年好像都有几天 夏天也就是四五个月 然后冬天漫长的也有四五个月 其他的春夏只有两三个月 我不喜欢德国的冬天 因为它是从十月初 一直到三四月份 都是很冷 然后没有什么阳光 另外一个是没有阳光 另外一个日照当然就少 还有一个光线也非常少 没有阳光 一般是多云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早上九点 就一直要开着灯 一直到可能到下午三点半 又开始开灯了 反正白天的时间很短 人有点压抑 我是这样子 所以我最好打算 就是今后退休之后 可能有半年只在德国 然后回中国住两三个月 然后再两三个月 就在世界各地 如果有钱的话 到时在世界各地旅行 长住小住一段时间这样 可能主要是考虑西班牙 葡萄牙这种阳光 比较充足的地方 或者是到北非的埃及 这种地方去旅游 前提是治安 不能恶化 我现在拍照用的是广角的模式 因为我觉得这样拍出 更加大气 天空更加漂亮 我没有用农彩模式 就是普通的模式 好的 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 现在已经又变冷了 天又阴下来了 特别冷 我就赶快回去了 好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互动 那我们下回见 拜拜